皮克斯工作室睽違兩年推出的動畫大片《頭腦特工隊》 上一首週就以些微差距超越侏羅紀事件 用多北美票房榜的冠軍 現在更找來兩位女神級明星 陳奕涵和徐衛寧分別為主角樂樂與悠悠配音 徹底挑戰自己的聲音演技 然後自己跟自己演就算了 然後還有唱歌 對 還有唱歌 但這部戲很好看對不對 我可以覺得稍微演得很開心 是 這部戲確實是非常好看 多年來一直手生如玉的陳奕涵 將第一次獻給了皮克斯 為了詮釋好負責快樂情緒的樂樂 陳奕涵可說是不計形象完全豁出去 嗓門大到在隔壁配音的徐衛寧 都不得不請她降低音量 而且她講話有一點過快 對 她講話超級快的 所以呢 很辛苦 但我管人講話還滿快 我有時候還快過她 但因為老師說 因為配中文是要給小朋友看的嘛 所以要表製很清楚 徐衛尼克應用低沉的嗓音 扮演代表悲傷情緒的悠悠 黃子嬌直說 剛好非常符合她前陣子 情變的狀態 不過可以重新選擇的話 他們會想要挑戰其他的聲音角色嗎 我自己也覺得是悠悠耶 真的啊 我說悠悠不是說 每天心情都很悲觀哀傷 是因為我覺得悠悠這角色 其實她反而更能夠看到 就是給大家感動的地方 她其實很容易被那些情緒所感染 她就是多愁善感 對這世界很敏感 夜史維瑞宣營中心 特別報導